这句话可很重要 这个菩提大道其实就是生死烦恼 离开生死烦恼另外可没有菩提大道 因为生死本来就是寂灭 所以说生死本来就是道 烦恼本来信空 所以烦恼就是菩提 这句话如果是外人怎么解释 他怎么解释烦恼本来就是菩提呢 他就会说了 一切化的本体都是真如 都是真如的显现 所以说烦恼就是菩提 生死就是涅槃 他会这么给你整一处出来 我们说烦恼就是菩提什么意思呢 烦恼本来就是不可得 烦恼都不可得了 哪里还有菩提呢 菩提同样也不可得 我们是这个意思 人间是那个意思 一切化的本体都是真如 所以说一切化都是佛法 化都是一样的化 可解释可绝对不一样 你说这两种见解 你怎么殊途同归 你怎么会归 你会归不了 每个人都只死死的执着 你怎么会归 你让谁会归谁啊 问题是 那是本来有一个真如本体 一切化都是真如的显现 所以说一切化都是佛法嘛 烦恼就是菩提嘛 法法都是实相嘛 它是那么解释的 我们怎么说法法都是实相 法法都是无声 法法都是寂灭 法法都是不可得 所以说法法都是实相 你说这两种见解能一样吗 这法法能殊途同归吗 能归原无二路吗 那不可能 见解摆在这里呢 你想让谁改变谁的见解 你想 你改变这个见解 就要他的命了 你都 直接就把他宗派推翻了 他要他那个宗派干什么 不可能的 真的是自顾自了 这个佛法 因为生死本来就是寂灭 所以说生死就是道 烦恼本来信空 所以烦恼就是菩提 你要想觉悟菩提 就要观察生死 只有明白生死 才能见到菩提 只有知道一切生死烦恼 本来就是菩提大道 离开生死烦恼 另外没有菩提大道 只有这么观察才是道 你不这么观察就不是道 所以说得道 就要在生死当中得道 因为生死本来就是道 你离开生死另外没有道 你怎么离开生死去得道 你执着生死 生死就是烦恼 你不执着生死 生死就是道 你没有智慧 你处处都是生死 你有了智慧 世事都是菩提 只要观察因缘法不生不灭 离开你的一切妄想执着 这就是道 道就在这里 而不在其他地方 如果你不这么观照 指望另外求一个佛 专门修一个道 乃至还要厌离缩脱 追求解脱 你只能是南辕北辙 背道而驰 为什么呢 因为生死本来就是道 你只要观察生死不生不灭 寂灭你的一切妄想分别 这就是道啊 除此之外根本没有道嘛 道就在你心里嘛 你却放着生死不去观照 你不在生死上面 觉悟无声提解大道 断出你的烦恼 你非要离开生死 另外去追求那个不生不灭的道 这就是离道贬密道 终身不见道 那么就算你最终得到了一个果 正了一个道 但是你并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道啊 只是一大妄想而已 根本就不是什么菩提大道 波波度一声 到头还知道 波波是辛苦的意思嘛 你辛辛苦苦修行修了一辈子 学佛学了几十年 始终也摸不着个头绪 找不到个路径 结果是要功夫没功夫 要见底没见底 你要福报是没福报 到老了看看 一事无成 光阴虚度 岂不要后悔懊恼 你看功夫 见底福报 你得抓住一样啊 你学佛 你说我脑瓜不行 学不了佛法 没关系 你配点福报也行嘛 你念个佛号也行嘛 你用点功夫也行 总得抓住一样 欲得见真道 行正即是道 要想见到真正的道 首先要行为端正 言行端正 表里如一 如法如律 这就是修道 所以修行啊 首先要正心诚意 去往存真 不要有害人之心啊 长存慈悲之念 做事要依天理 出言啊 横顺人情 要顺着人情讲话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些都属于修道嘛 都是修道的一些范围嘛 自若无道心 暗心不见道 反过来 如果自己没有向道的决心 修行的意志 天天都在五欲六尘当中 过日子 把这个佛法 看得物足轻重 想起来就学学 想不起来了 就放下 把佛法看得可有可无 这种人啊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见到 他都不拿佛法当回事嘛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真正的修道人啊 都是反观内照 自我检讨 他绝对不会向外攀缘 去观察世间 因为自己修道都来不及嘛 哪有时间去管别人 你管那些闲事干什么 修道是要你自己修道啊 并不是要求别人修道 你别搞错了 老师看人家修不修行 别人修不修道 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你自己要修道 所以根本不必挑三减四 观察世间的过失 如果老师盯着别人的不对 天天批评别人的过失 看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一天到晚都是世世非非的 这哪里还是修道之人呢 庙里这种人不少啊 到了庙里都说是非 挑三减四的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种人就应该赶出去 好像不太慈悲吧 见到恶人就要叫唤吧 你不能把人家赶出去吧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人非就看见他人不对 左呢就是错了 如果看到别人的不对 自己跟着就生起烦恼来 那你自己就错了 所以说你不要跟着别人做错事 他错了你不要错 你不要跟着他起烦恼 你只管照顾你自己 不要去看别人的对错 他错了不更好吗 他错了不就把你显出来了吗 你就尽管让他去错嘛 这多好呢 不要管他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由过 他做的是他的事吗 我不能跟着他去犯错 我如果也跟着烦恼 那我自己就错了 我们学佛的人啊 平常都是满口佛法 仁义道德的 可是一旦碰到事情 就会心碎静转 瞻视机迷啊 这岂不是糟蹋佛法 白学博日啊 没有了事的时候 无我无人啊 这个词被吸食啊 一旦碰到事怎么样 你就会心碎静转 瞻视机迷 弹字却灰心 打出烦恼破 你只要常常检查自己的言行过时 不要批评人家的是非长短 遇到事情 必须反攻自问 绝不怨天尤人 这样时时反省 念念清静 时间一久啊 功夫到家 自然就会把无名烦恼彻底打破 正爱不关心 长身两脚卧 正是讨厌嘛 爱是喜欢 不管讨厌还是喜欢啊 都是一种迷情啊 都是一种颠倒 修道人要明白 在诸法皆空的道理 不要被眉仇善恶所迷惑 对于一切是非眉仇 都不要有爱憎知诸 要做到是非不来入耳 正爱不关于心 一切事情都要过耳不留 念耳不住 过去就算了 不要留在心里 念耳不住就想完了就放下 不要再去想了 要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长身两脚 想睡就睡 想握就握 这是形容表示身心自在的话 欲逆化他人 自虚有方便 你要想教化众生啊 就要有善巧方便 就是自己首先对佛法 要有个正知正见 然后你才能对人说法 但是这个要求太高了 谁敢说自己对佛法 有正知正见 谁也不敢说 只能差不多 有那么一点认识 你就可以了 现在 要求那么高 大家干脆谁都不要说法了 说法的时候 要能够空有圆容 理事无碍 不要让众生听法之后 反而生出一种迷惑怀疑的心 这就是你自信光明的闲现 这就是你有智慧光明的表现吧 说的法说出来 让大家不要有疑心 可是我们现在讲法 大家经常提问 经常跟你叫好 都是有疑心 就说明你没有智慧 你说话不到位 这个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佛嘛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说佛法就是觉悟之法 所谓的觉悟 也不需要你另外觉悟 你只需要觉悟 是法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世法 不管是法佛法 都是毕竟不可得法 这才是觉悟 如果说是法怎么能是佛法呢 佛法绝对不可能是是法 无论如何 佛法也不可能是是法 那你就只能继续迷惑 为什么我们老是说 是法就是佛法 我们现在用四句求世间 世间不可得 四句就是有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你要说世间 这一切法是有吗 不对 你要说一切法是无吗 也不对 你要说这一切法是 又是有又是没有 离上是空 世上是有 这叫又是有又是没有 而又不是有又不是没有 这通通都不对 通通都能给你破掉 通通都不能成立 所以说我们用有无四句求世间 世间不可得 同样我们可以用这四句求佛法 佛法照样不可得 佛法就是那真如佛性啊 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是亦有亦无呢 还是非有非无 都谈不上 你要说有吗 就是一个常见 你要说没有吗 就是断见 你要说这个真如是亦有亦无 这是具足断肠 亦有这是常见 亦无是断见 你要说这佛性非有非无 那是愚痴之论啊 就像个傻子一样 什么也不知道 问这个人是男是你 你说他又不是男又不是女 你不是个傻子吗 这佛法也是一样 你要说那个佛性既不是有 也不是没有 而是不可思议 就说明了 你就是个傻子 我们用四句求佛法 佛法也不可得 既然释法佛法都是绝四句 都是不可得 都是离言绝律 不生不灭 所以说释法与佛法 无二亦无别 没有任何差别 你能这么去觉悟 释法就是佛法 你不这么觉悟啊 佛法就成了释法 所以说要想觉悟佛法 就要观察世间 只有认识世间 你才能明白什么是佛法呀 如果明白世间这一切法 都是原生无性 必尽皆空 那你就能在释法之上 见到佛法 佛法就是不可得法嘛 就是无生妙法嘛 你观察世间的一切 都是原生无性 必尽皆空 这不就见到佛法了 只有见到释法 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释法 无论释法 佛法都是毕竟不可得法 这才是真正见到的释法 释法就是个样子 见到释法的人 就会知道 释法本来就是佛法 并不是离开释法 另外还有佛法 而是说 释法本身就是佛法 包括那砖头瓦块 通通都是佛法 因为释法就是眼前的 一切因缘法嘛 而因缘法 它就是没有自性 这个道理都在中关 这个不介绍了 为什么没有自性 没有自性 它就是非空非有 不生不灭 没有自性 就是没有这一法 没有这一法 你就谈不上 你是空是有 是生是灭 他说一切法 你就是非空非有 不生不灭 你就是言断立绝 心形寂灭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让人怎么去说你呢 怎么去想你呢 自然也就言断立绝了 你自然也就言语道断了嘛 如果能这么关照 释法当下就是佛法 佛法就在这里 所以说 因缘所生的一切法 本身就是甚深微妙 不可思议啊 它本身就是第一地 离言真实 它本身就是我们 梦寐以求的终极真理 菩提大道 眼前的青山 绿水 翠竹 黄花 哪一个不是清净 法身 菩提 波日 你要是有这层见解的话 可以说 触目所及 无不是道啊 你只要观法无声 这就是甚深佛道 你何必要离开眼前的大道 放弃现成的佛法 另外寻找菩提 总之呢 佛法就在世间的一切事物当中 一切事物都是原生无性 必尽皆空 都是本来清净一切现成啊 这佛法 就摆在你眼前 都在日夜之中 等待众生前去好好观察 认真体悟 这眼前的一切法 花草树木 天天都在等着你觉悟呢 等着你观察它的真相呢 你不观察的话 人家不是白混了吗 白活了吗 只要观察因缘法 不生不灭 明白一切法 无非都是佛法 在生灭无常的世间当中 去磨练习气 降服烦恼 乃至不住一切 你这样才能绝无佛法 而不是离开眼前 另外绝无佛法 假如离开世间 你到哪里绝无无声呢 就算你到极乐世界 你也要绝无极乐世界 也是无声啊 也是必尽空啊 这才是去的目的啊 你离开生死 到哪里磨练习气 你跑到天上磨练习气去啊 天上的天人享福都来不及啊 你怎么磨练习气 你只能增加你的生死啊 如果离开世间 你到哪里修行六度万行啊 离开这个缩活世界 你到天上去修行六度万行啊 到极乐世界修行六度去啊 你呆着去吧你 谁需要你六度啊 你去度谁啊 你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还有阿弥陀佛呢 轮得到你去度众生啊 所以说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你不能离开世间 另外绝无佛法 如果你总是认为 佛法高不可攀 生死尽在眼前 离开生死世间 另外寻找真理 离开自心觉悟 向外求证菩提 这就像要在兔子头上 找计较一样 都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因为兔子头上 根本就没有计较嘛 同样离开世间 根本就没有佛法 你怎么能离开世间 求证佛法 你在那个兔子头上 去寻找那计较 佛呢是觉悟的意思 这个觉悟 只在你的内心 不在外境 只在自己 不在别人 只在世间 不在出世啊 如果放着自己的心性 不去觉悟 放着世间的生死 不去观照 你只是一味的 向外求玄求庙 那么纵然有一个神佛 也是救不了你的 因为佛已经把道理 说得这么清楚了 你还是不听 还是向外攀缘 那佛也没办法了 正见明出世 邪见是世间 你有正知正见 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 明白一切法都是妄想分别 懂得生死捏盘 拒不可得 你不去分别执着任何一法 这就叫出世法 那么反过来 你有邪知邪见 认为有生死因果 有是非邪正 有爱政缺失 有世间佛法 这就是世间法 邪正经打却 菩提性宛然 本来是因为邪才有正 因为正才有邪 邪正都是互为因果 空无自行 你说有邪才有正 有正才有邪 那么到底是先有邪 还有先有正的 这都是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不管你怎么弄 你都不能成立 所以说不管是些是争 都是空无自行 无论前后一意 都是了不可得 就是你只要 讲了一个因果出来 你死活都不能成立 这个因果 这些在中论当中都破过 破因果可是三论的特色 三论可是专门破因果的 你也不要害怕 怎么还破因果呢 因为他所破的因果 就是你妄想执着的因果 你对因果的理解 完全都是错误 他不破你能行吗 他只是破你妄想执着的因果 让你认识真正的因果 让你见到因果的真相 破因果都是三论的特色 其他人谁给你破因果 他给你讲因果都来不及 他还给你破因果 所以说你执着邪也不对 你执着正也枉然 不管是邪是正都得打造干净 佛法的次第 首先是以正破邪 用这个空破有 然后再用空来破正 你把邪破掉之后 就不能留着这个正了 然后再用空来破正 如果破了邪也就不需要正了 既然不需要正 你何必还要空呢 空也就不需要了 到这里空有邪正 必经清静 没有一法可得 菩提自信自然就会现前 虽然说婉然现前 其实也没有菩提可以现前 正是你觉悟到一切法空 内心彻底清静了 才说菩提现前 如果你说真的有个菩提现前了 你正到什么限量的境界了 什么真实的佛果了 那就说明啊 这还是没有觉悟一切法空 那应该是一个烦恼现前 而不是菩提现前啊 不要只说你那什么限量境界了 你那限量无非就是一个妄想吧 哪来的限量呢 还佛菩萨的限量呢 佛菩萨还不是你的执着吗 你认为有个佛菩萨 就是一个严重的我之法治 何况佛菩萨还有限量 佛菩萨能像你一样 还认为有个限量啊 此诵是遁教一名大法传 我现在所说的这首祭诵 是直指人心的遁教法门 是直接成佛的 鉴性大法 他能让一切有缘众生 都能明心鉴性 鉴性成佛 可以运在无量众生 处离生死苦海 所以说我这个法门 也可以叫大法传 大法传就是度的人多嘛 也可以说这法传 那个是大声的见解 你要是听了之后迷惑不解 那就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大劫 才能开悟 你就慢慢等着去吧 你一往生结后 你就在那个莲花包里待着去吧 你不要想说花开 见佛吾吾吾生 花开见佛吾吾生 你得有这个因 你这辈子得修学大成 明白大圣佛法 你才可以花开见佛吾吾生 你要这辈子不听闻大圣佛法 你去了之后 你只能在那莲花包里待着 再经过多少大劫 才能出头露灭 也不是那么美 去了就悟无声了就 哪有那么好的事 什么都不懂 对着佛法一窍不通 你还想悟无声啊 极乐世界 要分个三六九 九等案到那里去 什么都不学 就依据佛号 你去了就成佛了就 哪那么美的事 那天下就没有公理了就 假如你能言下顿悟 领悟无声 那么明信也就是 刹那之间的事情 最后一段 六子说 我今天在大凡寺 说此顿教法门 可谓千载一时 稀有难得呀 但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无论现在将来 大家都能一起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当时韦次士和官僚 道士 僧俗等人 听完六祖所说的道理 误不醒悟 于是同时向六祖顶礼 欢喜赞叹 善哉善哉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想不到啊 在岭南这种偏僻的地方 竟然还会有佛出世 他说何其领难 有佛出世 这都是吹捧人的话 大家可千万别当真 你这法师一旦当真了 你就完了就 最后被土地捧到天上 然后一松手下来 刷一下就摔死了 他土地能捧你 也能摔你 那土地不是说 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他今天好了 明天说不定 来脾气了 一下就把你拍死了 当法师的 不要上这种当 人家一捧你 你都不知道姓什么了 还有什么 统一八宗的 还以为真的 自己是文书再来的都 汉里都没人了都 那时候被人捧晕了 其实都是被土地祸害了 不是说自己怎么样 自己本来脑袋很清醒 被人捧来捧去 都捧得晕晕晕晕晕 都得了一种病了都 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就你那两下 还要统一八宗的 你说怪不怪 做土地也不要去捧师父 那害人还差不多 我们禁不住捧 一般人禁不住捧 我讨论一下吧 初学者怎么发现 自己的知见 有没有问题 这个自己很难发现 不学个中观三论 你很难发现 知见有问题 因为你的知见 都是大家的知见 大家普遍都是那种知见 你周围都是那种知见 那你很难发现 要想发现知见 很简单 过一遍三论就可以了 所有的邪知邪见 你都会发现 不光是自己 别人的你也会发现 包括佛性的知见 你都会发现 它的漏洞破绽 否则的话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有学习三论了 中观了 别的没办法了 别的宗派 人家也不会挑这些毛病 也不会讲这些是非 只有中观去破人家 怎么破呢 就把你的理论 里面的毛病漏洞 找出来 自然就把你破了 你知道理论 自然就不能成立了吗 但是谁去找这种毛病呢 一般人都不会找 只有龙树在找啊 禅宗他也不会给你找 不找的话你怎么弄 你始终都发现不了破绽 你发现不了破绽的下场 就是把这些邪见 当成的佛法 一辈子就是这样了 怎么还来个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不就你的 正如佛性吗 这些都得破掉 都些常见都是些 其实第一天已经破过了 就那个明镜台 有各种各样的过失 直播不能老实直播 万一被监管了 这号都被封了一次了 万一再被监管 不就完了吗 这怎么办 换个电脑还是不能讲 无一直播不行啊 香山寺网络不行啊 信号不行那个地方 在地下室 直播不了 以后会有时间直播 到时候找个时间直播嘛 这次就算了吧 庙里条件有限 下面是疑问品 疑问品第三 疑问品呢 主要是说众生对极乐世界的疑惑 这又提到净土宗了 按理说 禅宗不应该管净土宗的事 你管多的都是多余 但是这个谭经讲到这里了 你勉强也得说一说 不说也不好 疑问品呢 主要是说众生的对极乐世界的疑惑 也算是怀疑吧 表明了六祖对净土的看法 顺便调和一下 禅宗和净土宗的矛盾呀 那么禅宗与净土的矛盾 就是空有之间的矛盾呀 禅宗讲一切皆空 净土说极乐实有 你一空一有 这就是矛盾 你到底听谁的 如果说极乐世界是真实不虚 那么佛说万法皆空 你怎么解释 这是矛盾吧 如果你说万法皆空 那么极乐世界你又怎么解释 这些问题应该交给净土宗的法师来解释 我们解释都有点多管闲事 本来不该我们解释嘛 你解释不好 人家能高兴吗 难道说万法皆空 极乐不空 这不对劲吧 如果极乐是空的话 这就会破坏净土 你就罪大恶极了 如果极乐不空的话 你就会违背禅宗 你同样也得下地狱 你得罪禅宗还得了 禅宗是诸佛的心罪啊 如果你说极乐世界是理空 事不空 性空 相不空 这叫自相矛盾 这种见解不对 性都空了 难道相还不空吗 难道离开性另外有相啊 难道离开木头另外有桌子啊 这不会吧 这是自相矛盾 这种论调你看似高明啊 其实不堪一击 如果说极乐世界是非空非不空 异空异不空 这是愚痴之论啊 那么怎么才能圆容空有之间的关系 统一禅宗净土的思想 这是学佛的一个大问题 学佛最大的问题也就那么几个嘛 就是空有之间的关系 你怎么圆容一下 我们先解释一下空有两个字的含义 先把字面意思搞清楚再说 现在按照字面意思来说呢 有就是有 空就是没有 这就是空有两个字的定义 有就是有这个东西嘛 有就是表示这个东西存在 空就是没有 就表示这个东西不存在 字面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需要另外解释 有就是有 空就是没有 不过呢 这里所谓的有啊 它只是妄想有 佛教所说的有 只是妄想有 所有的一切实有 都是你妄想执着出来的有 它是指这个有 就算你外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也是你的妄想执着 佛教讲的有啊 只是妄想有 那么所谓的空呢 只是空妄想 这是空有之间的另外一层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讲空啊 空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空你的妄想 不是空其他东西 你别搞错了 空你的妄想还不好 让你惩罚还不好 让你觉悟还不行啊 你有什么反感的 众生呢认为一切实有 这就是一个妄想 为了空掉这个妄想呢 因此才要说空 这就是空的意思 空就是专门空你的妄想的 让你认清事实真相 因为你认为一切实有 这是一种常见 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嘛 所以说你就是一种妄想 为了空掉这个妄想 因此才要说空啊 我们说空只是为了说明 妄想本身是空 并不是离开妄想 另外还有空 就你认为一切实有 这只是一大妄想 这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嘛 你认为有人有物 这根本就不可得 包括我们说必经空也是一样 必经空只是说你妄想 本来就是必经空 就是你妄想 执着的一切人 一切事本来就是必经空 并不是离开你的妄想 另外还有必经空 这是因为妄想才有空嘛 没有妄想就没有空 所以说破了有也就破了空 离开有另外没有空 这空有就是这么来的嘛 就像极乐世界 人家本身并不是空有 极乐世界就摆在那里 但是人家本身并不是空有啊 但是众生硬要认为 极乐世界是空是有 这就是妄想 你说极乐世界是实有 这就常见 你要说没有极乐世界 这就是断间 极乐世界就摆在那里 就换成我们这地球啊 地球就在这里摆着 你就生活在这地球上面 但是人家地球呢 本身并不是空有 你一定要说这地球是实有的话 你就是常见 你要说没有这个地球的话 你就是断间 你要说这极乐世界是 亦有亦无 你是具足断肠 你说他理空是有 性空相有 你是具足断肠啊 性空这是断间 相有是常见 你要说极乐世界是 非空非有啊 这是愚痴之论 乃至你说极乐世界 是性空相有 理空是有 真空俗有 非空非有 乃至是真空妙有 这些无非都是你的妄想 通通都不是极乐世界的真相 现在空就是空这些妄想 空妄想干什么呢 只有空掉这些妄想 才能见到极乐世界的真相 所以说极乐世界的真相 必须是离开众生的妄想 什么妄想 离开那些 断肠一切妄想 你既不要说极乐世界是有 也不要说极乐世界是空 更不要说极乐世界是 性空相有 理空是有 真空所有 乃至非空非有 甚至是什么真空妙有 这些统统都不是人家的真相 统统都是你对着极乐世界 所打的一些妄想 所以说极乐世界的真相 必须得离开众生的妄想 离开众生的妄想 极乐世界它就是非空非有 不生不灭 它就是不够不净 不苦不乐 它就是阎王律诀 心想寂灭 到了这个时候 极乐世界就是清净法身 菩提般热了 你就能见到极乐世界的真相 同样也能见到 缩坡世界的真相 缩坡世界跟极乐世界 什么真相 它的真相就必须离开你的妄想 离开你的妄想 它就是非空非有 不生不灭 既不是空也不是有 既不是生也不是灭 既不是够也不是净 既不是苦也不是乐 你不要老实认为 缩坡世界是苦 那只是你的严重的 我治法治 离开这些见解 缩坡极乐当下就是 言语道断 心形出灭 这个时候 它就成了这个清净法身 菩提般热了 这就是空妄想的目的 空妄想的目的 就是让人发生正观 灭出戏论 见到实相 然后才可以得到正果 这并不是说空有之间 是性与相的关系 理和式的关系 体和用的关系 乃至本质和现象的关系 而是不管性相 体用本质现象 包括空有这个两个字 也全部都是你的妄想 根本谈不上什么关系 解释了半天 也不知道解释明白了没有 反正就这样吧 所以说尽管极乐世界是空 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人家极乐 极乐该是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啊 大家该念佛还念佛 该往生还往生啊 人家阿弥陀佛该说法还说法 一点妨碍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空只是空妄想吧 这只是空掉你对极乐世界的妄想 让人见到极乐世界的真相 并不是要消灭极乐世界这个现象啊 你得搞清楚啊 空是空你对极乐世界的妄想 不是要把极乐世界给炸掉 那才叫空 你说这又有什么妨碍呢 空了你的妄想 这个现象就成了实相了 阴生就成了法王了 娑婆就成了极乐了 你说这又有什么妨碍 就像尽管我们缩坡世界也是空的 你承认吧 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你生活在缩坡世界啊 它什么时候妨碍你传言吃饭了 说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嘛 你该执着还执着 你该造业还造业嘛 你该受报还受报 一点妨碍都没有 因为空只是空妨想 既然是空妨想 这对缩坡世界又是什么妨碍 对这桌衣板凳有什么妨碍呢 一点妨碍都没有 你别老是把空理解错了 所以尽管我们把三千大千世界全部空掉 但是对于缩坡极乐也不会构成任何妨碍 你尽管说空 空的越彻底越好 你不要怕 因为空是空妨想 妨想是空的越彻底越好 反过来吧 就算极乐实有也不会妨碍空 因为你认为极乐实有只是你的一个妨想 但是你妨想当中的有 就是根本一无所有的有 所以它也不会妨碍空 你认为有这是一个妨想 妨想的有就是毕竟空 它有什么妨碍 它也不会 所以经常说了色即是空 为什么色就是空的 因为色只是你妨想出来的色 你妨想出来的色 本来它就是空的 就像你做梦捡了一个大元宝 等你梦醒了 俩一生元宝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嘛 妨想出来的元宝 就是本来没有的元宝 这就是色即是空 元宝即是空嘛 就这意思嘛 你说这又有什么妨碍呢 空有之间 所以不管是空是有 都不会有任何妨碍 我会不会有任何妨碍呢 我会不会有任何妨碍呢 好可捍 我会不会有任何妨碍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